最近在网络上非常流行将一些破旧不堪的东西重新翻新,或者是变费为宝,这不仅考验人的动手能力,同时还考验人的创造力,毕竟要把一件破烂不堪的废物进行翻新,也是需要一定想象力的。 今天格外小哥就决定将烧毁的汽车变费为宝,要知道汽车烧毁后不光是零件,就连整个车架子都受到了损坏,要如何翻新呢? 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被烧毁的汽车,从表面上来看已经不能用破烂不堪来形容了,简直就是一堆废铁,如果不仔细看还看不出这是一辆汽车,但是在小哥眼里他还有翻新的空间。 小哥先是将这辆汽车运回到仓库,接着开始对他进行翻新,首先将汽车的全部零件都拆卸下来,拆卸下来的零件看起来已经被烧得不行了,不过有的零件还是可以用的,因此小哥决定将能用的零件打磨翻新,而不能用的零件则需要用新的零件来进行替换。 小哥在打磨的过程中还需要喷漆,在对汽车的外壳进行喷漆时,需要喷上好几层,打磨喷漆之后再将零件组装起来,很快整辆汽车的框架就做得差不多了。 接着再对内饰进行一番打磨翻新,装上发动机,在完善一些细节之后,就算是大功告成了。 看到这里让人不由的赞叹小哥的手艺,一辆破车瞬间就被改造的像是刚出场一样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,bye。